正在坦桑尼亚进行的和平团结2024联合演习路上方向 目前已全面进入士兵联合战术阶段 中坦两军参演部队在达里斯萨拉姆市的 马平加松和训练中心并肩训练 共同交流 这两天在特种作战训练场 中方参演的特战队与坦军特战分队 展开突击行动时的小组协同训练 训练中中坦两军官兵不时停下来 针对战术运用 协同方法 以及训练中需要注意的重难点问题 展开讨论交流 在合成步兵分队进攻行动训练场 中坦两军根据演练课题 组织行动前准备 前沿冲击 夺战阵地 战斗转换等战术行动训练 为有效达成战术目的 双方分队指挥员围绕开进展开 车组协同 火力运用等问题进行限地协同 从8月2号开始 中坦两军参演部队组织步兵 侦察 炮兵等兵种 以及突击 特战 火力等作战编组 围绕行动背景和担负任务 按照先单个编组 后多个编组 先分段训练 后连贯训练的方式 全面展开联合军练 按照联演计划 下一步中坦两军陆上参演部队 还将会组织三次联合实兵训练 其中包括一次实兵实弹演练 再次联合军练